大S和王小菲离婚两年多 因财务纠纷闹出不少风波 而王小菲妈妈张岚趁机直播带货 甚至创下单日营业额台币2200万元的超狂记录 没想到今日她的直播中竟出现综艺天王吴宗憲 两人一见面就先来一段商业互夸 记得记得你永远漂亮 你永远不减当年吧 我也是小赛哥一美啊 原来2022年11月大S和王小菲吵出床垫之乱 而各床店当天献哥刚好就在S Hotel开会 他时候曾打给王小菲听他诉苦也劝他放假 张岚表示最难的时候是献哥雪中送炭 所以这次儿子问他愿不愿意跟吴宗憲一起直播 他马上答应 还准备用自己卖的美食给两岸打起一道沟通的彩虹桥 而献哥也带着自己的宝贝产品卡拉红天雷现场嗨唱卡拉OK 张岚更在后面办武器分潮欢乐 不过献哥竟在张岚面前直接提起大小S 还说是张岚的女儿让他表情瞬间凝固 那我猜啊就是以前我带两个小女孩一起做了一个节目 对我猜的我猜的 你女儿跟你女儿还做了一个节目 跟你女儿 你的女儿 跟你女儿 还是我女儿 以前的 不少网友笑说真是常有欢乐又尴尬的直播耶 他从事只留下电话号码 从不干让我送他回家 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 曾经痛响不发自发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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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evident 去 看